斯蒂夫·杜达克林正在做他喜爱的事 那就是把旧鞋翻新 他从70岁的父亲继承了这部缝制机器 我每天工作12、3个小时 它过得很快 每一分钟都让我感到享受 杜达克林在成长过程中 看着父亲在他的黎巴嫩店里头做鞋 我们从黎巴嫩搬到这里时 黎巴嫩已经处于内战两年 我父亲让一家大小打好行李 带着五个孩子来到这里 不会说英语 也没有太多钱 杜达克林说 他的父亲决定开始做从前做过的事 他到处借钱 开始做修理皮鞋的生意 那比开一个制鞋场要容易些 比多罗斯·杜达克林 以自己的昵称 将店名取为比多修鞋店 那已经是35年前的事了 不过 斯蒂夫·杜达克林说 他的家族在制鞋经验上历史久远 可以追溯到他从亚美尼亚移民 到黎巴嫩的曾祖父 杜达克林 骄傲地在店里挂着曾祖父 祖父和父亲的相片 他们都是特制皮鞋的鞋匠 生意很好 我们在四条街外开了一个小店 因为我必须扩大 我需要一个大一点的地方 自从他父亲23年前过世后 杜达克林买了一个被弃制的老房子 他把它拆掉 重盖了一栋新的建筑 他也把店的名字改为比多皮鞋店 我们35年前就在修理皮鞋 我们现在仍然在修理皮鞋 不过我们也为客人做定制皮件 我们修理夹克 修理皮包和行李箱 杜达克林有两名员工 他说他的生意很成功 当然 有时候我们也会疲累 不过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都觉得很有成就感 也就是当顾客喜欢我们的手工 脸上挂着微笑的时候 我得到的那种满足感 他很棒 当他修理过以后 那就好像拿到一双新的皮鞋一样 杜达克林得过的奖 包括福尔斯撤奇市的最佳商店奖 以及去年 在一个全国性修鞋比赛得到的银杯奖 杜达克林也回馈他的社区 他将顾客不要的鞋整理后 捐给当地慈善机构 去协助无家可归和其他有需要的人 这是一只人家捐的鞋 我们要做的是 至少让它看起来比被送来的时候好些 它们不是新的鞋子 不过你知道吗 如果你脚上没有任何鞋子可穿 这些鞋子要比新鞋子更好 杜达克林希望有一天 他能够有更多时间 来为顾客制作更多 他们定制的皮鞋和皮包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军 在福尔斯撤其市的报道